全球发展事业 60多年来,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,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,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,其中有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。 面向未来,中国将继续秉持屹立相间以义为先的原则,同各国一到位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做出努力。 为此,我宣布,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,首期提供20亿美元,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。 中国将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,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。 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,内陆发展中国家,小岛屿发展中国家,截至2015年底,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。